我能破除夢想 母親的愛毫無保留 注意保險為我而留 我如今我能而早只有明年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的題目是神愛永相隨 今天的題目是神愛永相隨 在人生的路上一定有高高低低的地方 在人生的路上一定有高高低低 任何一個人都會在某一個情況之下 覺得太累了不想做人 每一個人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會覺得太累了 再走不下去 我相信沒有一個人從來沒有想過想死 我相信每一個人從來沒有想過不想死 但是神愛總是永相隨的 但是神愛總是永相隨 如果在基督教的歷史裡面 如果在基督教的歷史裡面 最能夠描述神的愛的應該是 就是哥林多前書13章 最能夠描述神的愛就是在哥林多前書第13章 那裡描述到愛的偉大 他那裡描述到神的愛的偉大 但是最能夠表達神的愛的我相信是 是詩篇23篇 但是最能夠表達神的愛是詩篇23篇 我也相信很少基督徒不懂得念詩篇23篇 我也相信很少基督徒不懂得念詩篇23篇 我從小就聽有人說文章23篇是黃金詩 我從小聽到文章 聽到文章的人說文章23篇是黃金詩 那裡說 耶穆化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恶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这一句说话对你来说 是不是很真实 这个说话对你来说 是不是很真实 如果不真实的话 如果不真实的话 你基督徒的道路是有问题的 你基督徒的道路是有问题的 或者我可以说 你听的道是有问题的 你听的道是有问题的 你的教会可能也有问题 你的教会也可能有问题 因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命 因为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命 是一无所缺 是一无所缺的 就好像这一段里面所讲 就好像这一段经文所讲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一无所缺 我一无所缺 不单只是在需要上面 日常的生活的需要上面 没有缺乏 不单只是在日常生活 需要没有缺乏之外 灵里面的引导也不会缺乏 灵里面的引导也不会缺乏 他不单只是用他的道 用他的话 来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他不单只是用他的道 用他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 里面的圣灵常常亲自地与我们说话 我们心里面的圣灵 常常与亲自与我们说话 当你慢慢在属灵生命里面成长 当你慢慢在属灵生命成长 你就会发现原来 神充满了你整个的人生 你就会发现神充满你整个的人生 你吃饭的时候 你吃饭的时候 圣灵会提醒你 圣灵会提醒你 什么东西要吃不要吃 有什么要吃有什么不应该吃 你去餐馆 来去餐馆 圣灵都会提醒你 圣灵都会提醒你 这个餐馆健康不健康 这个餐馆健康不健康 你去运动 来去运动 圣灵都会提醒你 圣灵都会提醒你 这个运动的方法对还是不对 这个运动方法对或者不对 不单只是我以前以为 神只跟我说属灵的事 不单只是我以前认为 神只是跟我说属灵的事情 其实他什么事都跟你讲 其实他什么事情都跟你讲 没有一样事情都跟你讲 没有一样事情都跟你讲 在分分秒秒里面 在分分秒秒里面 神的灵在里面 与我们做祂的引导 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人 叫我们一无所权 叫我们一无所权 在里希米第九章二十一节 在礼希米记第九章二十一节 在旷野四十年里养育他们 他们就一无所权 在旷野四十年里养育他们 他们就一无所权 衣服没有穿破 脚也没有种 衣服没有穿破 脚也没有种 你知道以色列人行旷野四十年 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走四十年 都没有买新的鞋子 都没有买新的鞋子 但是他们的脚没有问题 但是他们对脚没有问题 你可不可以想想 你穿了四十年的鞋子都不会坏的 你可不可以想到 你穿了四十年的鞋子都不会难 你有没有想想 每一天早晨会有玛拿从天而降 你有没有想到 每一天早上有玛拿从天而降 你可不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每天早上会看到 云树在带着我们走 你可不想象到 每一天有云处带着我们走 每个晚上有佛柱停在那里 每个晚上有佛柱陪伴着我们 这个同在是叫我们一无所缺的 这个同在是叫你一无所缺的 所以我回想我一生 所以我回想我一生 经过很多艰难的日子 经过很多艰难的日子 我也常常回想我母亲 我也都纯纯回想我母亲 她一生的艰难 她一生的艰难 她的哭 她的哭 她的悲哀 但是神总是把我们带过来 但是神总是把我们带过来 但我们再慢慢地承受 在思想 我们慢慢地成长在思想 其实我们一无所缺 其实我们一无所缺 不单止肉身上一无所缺 不单止肉身上一无所缺 我们灵里面更加是丰盛又丰盛 我们的灵里面更加是丰盛更丰盛 诗篇34章9节 诗篇34章9节 耶和华的圣明那 你们当敬惠祂 因敬惠祂的一无所缺 耶和华的圣明 你们当敬惠祂 一敬惠祂的一无所缺 一无所缺 但是在人生某一些路程上面 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很需要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得不到 但是在人生当中 我们有时会觉得我们很需要一样 但是得不到 很需要这个钱 但是没有这个钱 我需要一笔钱 但是我们得不到 我很需要这个爱情 但是我们得不到这个爱情 我很需要这个帮助 但是得不到这个帮助 我很需要这个帮助 但是得不到这个帮助 我们有这个经历 我们有这个经历 是不是 其实神有祂的时间 其实神有祂的时间 我们人看得很短 我们人看得很短 在短暂里面我们看到 好像过不去了 在这个短暂里面我们觉得我们过不了 我有需要 我有需要 但其实在这个神的永恒的眼光 但是其实在神永恒的眼光 就是你还不真的需要 其实你不是真正的需要 我有时候不给你东西 我有时候不给你一些东西 让你知道 让你知道 我能够满足你 我能够满足你 我能够帮助你 我能够帮助你 我能够带你过去 我能够带你过 你没有这些东西 你还可以活过来 你没有这些东西 你仍然可以活过来 这是神的工作 这是神的工作 并且有一段经文 我希望大家常常思想 未且一段经文 我希望大家能够常常思想 这个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 8章20节讲 这个就是主耶稣 在马太福音第8章20节所讲 湖里有洞 天空的非鸟有祸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湖里有洞 天空的非鸟有祸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你没有想过这句说话 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说话 当你有缺乏的时候 当你有缺乏的时候 当你觉得 你的需要没有办法 空虚没有办法填满的时候 你控制不到你的需要 控制不到你的情绪 你想想主耶稣 你想一想主耶稣 他说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他说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你家里面有没有枕头 你家里面有没有枕头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窮到一个地步 枕头都没有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窮到 连枕头都没有 我买不起房子 我都可以租一个房子 我买不起屋 我都可以租一间屋 我都可以有枕头的地方 我都可以有枕头的地方 每天我总有一个家 可以回到哪里去睡觉 每天我总有一个家 可以回到哪里去睡觉 能够回到去睡觉 去哪里休息 有些人是没有枕头的地方 有人是没有枕头的地方的 我知道香港的楼价很高 我知道香港的楼价很高 房租是非常非常高 房租是非常非常高 真的很多人真的住在一个 好像一个洗手间 很多人都只是住在一个洗手间 洗手间旁边有一条梯 旁边有一条梯 斜斜的 很斜的 爬到上面就有一个小小的位置 蹲在那里 上到一个角落 一个很小的地方给他住 好多老人家退休没有钱 好多老人家退休没有钱 就要怎样去呢 透过人家的洗手间 就要这样去经过人家的洗手间 爬上这个小小的梯 爬上这个小小的梯 蹲在那个小小的各楼上 就住在这个小小的角落 站不起来 站不起来 坐不起来 你就可以塞在那里睡 就只是屈在那里睡 这个也可能算是一个枕头的地方 这个也可能算是一个枕头的地方 但是主耶稣说我没有枕头的地方 但是主耶稣说我没有枕头的地方 但是祂是一个丰盛的主 但是祂是一个丰盛的主 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祂告诉我们什么 祂跟我们说什么 其实在人生里面 一个人最需要最需要最需要的 一个人最需要最需要最需要的 就是祂 就是祂 你没有神 你没有神 你是极其可怜的人 你是极其可怜的 最贫穷的就是你 最贫穷的就是你 连神都不知道 但是当你有神 但是当你有神 祂就是你的牧者 祂就是你的牧者 你必不自缺乏 你必不自缺乏 你的一生 你的一生 其实是一无所缺的 其实是一无所缺的 如果你有缺乏 如果你有缺乏 一定是你的道 你所听的道 所吸收的道 有问题 一定是你所听 你所吸收的道有问题 因为祂使我躺在青草地上 因为祂使我躺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可安泄的水边 令我在可安泄的水边 这里讲到什么 这里讲到什么 就是我们要吃得饱才有平安 就是说到我们要吃得饱才有平安 这个吃得饱不单单只是面包而已 这个吃得饱不单只是面包 我们还需要精神上的吃得饱 我们还需要精神上的吃得饱 是吗 是吗 这个人很奇妙的 人是很奇妙的 你只满足它肉身的需要 你只是满足它肉身的需要 它是永远不满足的 它是永远不满足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动物 因为它不是一个动物 它是有灵性的东西 它是有灵性的动物 人是需要吃物 人是需要食物 也需要精神上的东西吃物 也有精神上的食物需要 我们精神上需要吸收好的东西 我们才能够就是满足 我们才能够得到满足 世界上很多犯罪的人 他们里面很饥渴的 他们里面很饥渴的 赌钱的人 赌钱的人 赌多少钱都很饥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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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陶氏 那个事情上面混的人 在陶氏色情上混的人 是 他们有几多 很多的女人都会 她都不满足 有几多的女人 她们都不会满足 因为她里面精神的状态 吃不饱 因为她里面精神的状态 吃不饱 因为她里面精神的状态 吃不饱 这里想到 我们暗泄在水边 我们暗泄在水边 你可以想想这幅图画多美丽 你可以想想这幅图画是多美丽 有一点好像是童话里面的东西 有一点好像是童话里面的玩法 好像日本的那个 那个 Animation里面的童话 基本上好像人世间 找不到怎样的情景 基本上好像人世间找不到这个情景 人世间找不到一无所缺 人世间找不到一无所缺 因为我们到处都有缺乏 因为我们到处都有缺乏 有没有这个感觉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Picture is so beautiful This situation is too beautiful to be true 人世间真的会有样子的吗 我想人世间真的会有这样吗 我可以躺卧在清草地上 我可以躺卧在清草地上 你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还是可以安歇在水边 所以让我们想到一句说话 就是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 所以令我们想到一句说话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一节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我是从天上降下生命的粮 我是从天上降下生命的粮 人若赐之粮 就必永远活着 人若是这粮 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有赐的粮 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我所有赐的粮 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所以有时候男孩子 追女孩子在几十年以前 所以几十年前 多男孩子追女孩子的时候 在七十年八十年代 在七十八十年代 他们很喜欢说 你是我的生命面包 你是我的生命面包 是不是 你们年纪太轻都听不懂这个爱情说话 我们年纪太轻听不懂这句话 其实那句说话是从演变出来 你是我的生命 你是我的灵魂 其实这句说话演变出来 就是你是我的生命 你是我的灵魂 但是年轻人就没有讲到那么文雅 但是年轻人不会讲到那么文雅 所以你是我的生命面包 所以就讲到你是我的生命面包 主耶稣实在是我们的生命面包 主耶稣却是我们的生命面包 祂自己说的 祂自己说的 其实没有这个面包 没有这个生命的粮 我们就永远不会吃得饱 其实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的粮 我们就永远吃不饱 所以我们听的道很重要 所以你听的道很重要 有些人不懂得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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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以为听得道很精彩 有些人觉得听道很精彩 听得很风趣 听得很风趣 可以大笑一下 可以大笑一下 轻松一下 轻松一下 就是好道 就是好道 这个是很有智的想法 这个很有智的想法 道草和水 草和水 是叫羊能够吃得饱饱的 是叫羊能够吃得饱饱的 很多基督徒都是很瘦很瘦的羊 很多基督徒都是很瘦很瘦的羊 所以这个道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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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道要从三方面来听 听道要从三方面来听 第一点这个道一定要准确 第一个道是要准确 如果不准确的道 如果不准确的道 是讲错的 讲得多动听都没有用 如果说错 他讲到几道听都没有用 所以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 所以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 神的仆人要按照正义分解正道 所以说到神的牧人要按照正义分离正道 正义分离正道 正义分离正道 所以道一定要讲得对 所以道一定要讲得对 有很多道讲的是不对的 有很多道讲的是不对的 但听起来很精彩 但听起来很精彩 我最近我的太太常常听一些很大的牧师传道 最近我太太常听很大的牧师传道 这些牧师都是有几千人聚会 这些牧师通常都有几千人聚会 有什么神学博士 有什么神学博士 人文专家 人文专家 但是他们的道是错六百处 但他们的道是错六百处 我本来很想把他们的道里面的问题 让我们的真理班来分析一下 本来我想将这些道里面的问题 在我们真理班里面分析一下 是很精彩的 是很精彩的 听起来很精彩很特别 听起来很精彩很特别 但是完全违反神学 但是完全违反神学 当然他讲的道那么动听 当然他讲的道那么动听 就有几千人听 就有几千人听 这个道要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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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准确都没有用 但准确都没有用 我觉得有一件事最重要的 这个道要有圣灵的告末 这个道要有圣灵的告末 因为我们不是单单全讲一些信实而已 因为我们不是单单传一些信息而已 我们是谈到灵的事 我们是讲到灵的事 所以如果你回去慢慢看 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到十五节 所以我们回去慢慢看 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到十五节 这说到 保罗说到我们是谈灵的说话 保罗说到我们是讲灵的说话 所以有灵的人才听得懂 他有灵的人才听得懂 所以有圣灵的引导才能够了解 他有圣灵的引导才能够了解 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 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 没有人能够听得明白神的心 没有人能够听得明白神的心 唯有圣灵的引导 唯有圣灵的引导 我们才能够参透神的心 唯有圣灵的引导 唯有圣灵的引导 人才能够了解 真的接受吸收到灵的说话 人生才能够吸收到神的说话 那你讲到 我们是用属灵的话 去分解属灵的事 不属灵的人是听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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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你听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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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实你听不懂 但其实你听不懂 好像我最近发给我母亲 有些弟兄姐妹一些 我去中国的大綱 就好像这样 给我母亲一些 我将来去中国要港道的大綱 里面也有一些课情 是我到时不谈的 但是我们以前在灵学班里面 就谈了课情 有些课程是我可能去到 不会讲 但是我们从以前收集回来的 那这班呢 如果你看这些文章 如果你看这些文章 你会好像懂 你会很切明 其实你不会真懂 但其实你不会真正明白 如果你真懂的时候 因为如果你真正明白 里面所讲的灵 是很深很深的灵 这个灵会引导你到天上与主联合 这个灵是会引导你上天上与主联合 是一种天人相会的道 是一种天人相会的道 不是头脑可以明白的 不是头脑可以明白的 如果你不相信 你有电脑 让我发给你看看 如果你不相信 如果你有电脑 我可以发一发给你看 如果你能够明白50% 如果你能够明白80%之50% 你就是非常熟灵的人 你就是非常熟灵的人 我讲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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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的灵 是与神相联的 是讲到他的灵 是与主相联的 与主相通的 与主相通的 主的灵 在凡事上充满他 就是神的灵 是与他上事同在 充满他 充满他 他做工的时候是圣灵充满 他说话的时候是圣灵充满 他说话的时候是圣灵充满 他开车的时候是圣灵充满 他开车的时候是圣灵充满 他吃饭的时候是圣灵充满 他吃饭的时候是圣灵充满 当然小羊也可以 成熟的羊 更能够了解诗篇23章里面的美丽 更加明白诗篇23篇的理解 第三点 这个道需要一样的事 第三点 这个道需要的是 就是我们所讲的内在 秘气 就是我们所讲的内在 默契 秘气就是亲密的联系 默契就是亲密的联系 是一个神学的用词 用在内在 是一个神学的用词 用在内在 通常都叫做内在 但是通常都叫内在 无论怎么讲 但是默契怎么讲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是一个与神发生亲密爱情的一条路线 是与神发生亲密关系的一条路线 就是每一个真理的跳动 就是每一个真理的跳动 每一句的说话 每一句的说话 都会引起挑起一个无限的圣情 对着祂的主 都会引起挑起对着一个深情的发动 就是你很爱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你很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看那个玩吃饭 你看见他 你吃饭 见到他 你走一步路都看见他 你走一步路都看见他 你真的是做什么都看见他 你真的做什么都看见他 你盖上眼睛又梦见他 你盖上眼睛都会梦见他 你盖上眼睛又好像看见他 你盖上眼睛又好像看见他 无论他是在哪里 无论他在哪里 你的心就是总是充满了他 你的心总是充满了他 这个时候 有人以为这个堕落爱河 有这个感觉 有人就觉得 堕入爱河就是这样的感觉 So if you are in love with Jesus 你跟主耶稣有这个关系 所以如果你和主耶稣有这个关系 这个叫做内在 这个叫做内在 这个叫密切 这个叫密切 密切的讲道是什么样的 密切的讲道是什么样的 这个很少人能够做得到 这个很少人能够做得到 密切的讲道 密切的讲道 就是当你听这个人讲道的时候 就是当你听这个人讲道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这个人 不是他讲的道 你会感觉到这个人不是他所讲的道 乃是讲感觉到这个人与神之间的亲密 而是感觉到这个人和神的亲密 不单止如此 不单止是这样 他讲道的时候 他讲道的时候 好像你里面对主的爱也被吸引出来 就是你心里面对主的爱都被吸引出来 就是好像你看见一个人很爱冰淇淋 好像你看见一个人很喜欢吃雪糕 他讲冰淇淋 他讲雪糕 讲到一个地步 讲到一个地步 好像你也想吃冰淇淋 都讲了好像你想吃雪糕一样 这是一个感觉 就好像这个感觉 就是密切的讲道 这个就是默契的讲道 我们看《雅歌》一章诗节 你就很明白了 我们看《雅歌》一章诗节 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皇带我尽了内事 皇带我尽了内心 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 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 我们要倾赞你的爱情 圣此倾赞美酒 我们要倾赞你的爱情 圣此倾赞美酒 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这里留意很特别的 这里要留意很特别的 你吸引我 你吸引我 我们 我们 就快跑跟随你 就快跑跟随你 是不是很奇怪 是不是很奇怪 你吸引我 应该是我就快跑跟随你 你吸引我 应该是我快跑跟随你 不是 如果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但是而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皇带我尽了内事 皇带我尽了内心 我应该就快喜快乐 我应该就欢喜快乐 不是 不是 皇带我尽了内事 皇带我尽了内心 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 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 就是一个人 好像是一个点 就是一个人是一个点 神如果把这个点吸引 这个点就会限制很多的点一同的进去 这一点就会吸引很多其他的点去跟随 这个就是密切形的讲道 这个就是默契形的讲道 神学的讲道 我们说 金光剑 我们觉得是金光剑 带着一个光滑 真理的光飞 圣灵高末的讲道我们称他做灵行剑 圣灵高末的讲道我们称他为 灵行剑 就是灵行的剑 有圣灵的运行 圣灵的高末 圣灵的启示 如果你能够学会这样子的听道 你听的神学你会吸收 你听的道理会吸收 你的里面会被叫明亮 你的里面会被叫明亮起来 但是如果你懂得听圣灵高末的道 如果你懂得听圣灵高末的道 你里面会充满着圣灵的运行 你里面会充满着圣灵的运行 充满着圣灵的启示 充满着圣灵的启示 你所听的才行得出来 你所听的才能够行出来 但是这个密切形的讲道 但是这个密切形的讲道 我们称它叫清情剑 我们称它为清情剑 清情剑 就是一种的pull out yourself 一种对主的涌出你的爱情 就是一个对神你涌出你的爱情 倾导你的爱情 这样子的人 你听到 你听到 刚才我讲的是讲道 我刚才所讲的是讲道 但是你可以反过来看听道 但是你可以反过来听道 就算这里有三种的讲道 就算这里有三种的讲道 是三剑合一的讲道 是三剑合一的讲道 又神学 又神学 又有圣灵高末 又是密切 又是默契 但是听道的人 如果你们不懂得这些剑法 如果你们不懂得这些剑法 你们也很难吸收 你们也很难吸收 但是如果你能够 这三方面都能够吸收的话 但如果你在这三方面都能够吸收的话 诗篇二十三篇 诗篇二十三篇 每一字每一句 每一字每一句 都要成为你生命的写照 都要成为你生命的写照 有人以为 有人以为 为什么我听得多道 总是改变不了 为什么我听得多道 总是生命很贫乏 平庸 平庸 不要讲一无所缺 不要讲一无所缺 其实 一无所能 有些人有解释感觉 有些人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听到 就是你听到 不得其法 不得其法 所以慢慢我们 不单只会叫你们 怎么讲道 所以我们慢慢 不单只 只是叫你怎么讲道 又叫你们怎么听道 你都叫你怎么听道 你能够懂得听道 你能够懂得听道 你就能够好像一个胖胖的羊 你就好像一只肥肥的羊 躺在青草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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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饿在汽水旁 按切在水旁 感谢主 感谢主 时间不多 我们就 下面呢 我们很快地读一读 因为我要带出一点很美的东西 我们下面很快地读到 因为带出一点很美丽的 这一点本来是 我用作做这个 title的这个 这个讲主题 本来这一点 我本来想用为主题 但是现在讲 它是我的灵魂塑行 为自己的灵魂引导我走一路 它使我的灵魂塑 为自己的灵魂引导我走一路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幼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幼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仗 你的肝都安慰我 你的仗 你的肝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切言识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切言识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是我的腐贝满玉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多美丽的诗篇 有多美丽的诗篇 如果我们的人生真的如此 如果我们的人生真的如此 就没有白活了 就没有白活了 或者可以说 你没有白白的做基督徒 你没有白白的做基督徒 所以今天我们的周方弟兄要受洗 上来今天周弟兄受洗 我首先讲完这篇道 我首先讲完这篇道 让他受洗的时候 是满满的受洗 让他受洗的时候是满满的受洗 然后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 然后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 也是满满的领受圣餐 也是满满的领受圣餐 有很多基督徒就是觉得 要做基督徒所当做的事 每个礼拜去听听道 每个礼拜去听听道 或者礼拜五查查经 或者礼拜五查查经 又受洗 又受洗 又满满 又满满 就觉得很开心 就觉得很开心了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要活到真正丰满的人生 如果你要活出真正丰满的人生 你要诗篇23篇成为你生命的写照 你要诗篇23篇成为你生命的写照 又是另外一回事 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里讲的 这里所讲的 我里面早晨的时候一直在思想 我今朝早晨一直在思想 我说 如果把诗篇23篇变成一句说话 变成一句说话 就好像一个很漂亮的东西挂在景点上 就好像把一个很漂亮的东西挂在 整篇诗篇变成一个很美的宝石 所以整个诗篇变成一个很美丽的东西 你说这句说话应该是什么 你说这句说话应该是什么 我早上祷告的时候就在祷告这个诗 这句说话 今朝祷告就是为了这件事祷告 有神很清楚地对我讲 有神很清楚地对我讲 祂的话是甜蜜的 温柔的 荣耀的 荣耀的 我的房间在黑暗里面 那个时时凌晨两点钟 差不多是亮一亮 我间房在凌晨两点钟都会亮起来 我就俯伏在地上 祂说 祂说 你是我眼中的童人 你是我眼中的童人 真正属神的人 诗篇二十三篇的生命 诗篇二十三篇的生命 诗篇九十一篇的生命 诗篇九十一篇的生命 各年都前书十三章的生命 各年都前书十三章的生命 是神眼中的童人 是神眼中的童人 生命记三十二章十节 生命记二十三章十节 三十一章十节 三十二章十节 耶和华遇见祂在旷野 放凉野兽嚎叫之地 耶和华遇见祂在旷野 梁方野兽恐叫之地 放凉野兽恐叫之地 就环耀祂 看顾祂 就环耀祂看顾祂 保护祂如同保护严重的童人 看顾祂保护祂如同保护眼中的童人 这个像不像我们的人生 这个像不像我们的人生 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就在那个旷野之地 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都在旷野之地 受人家的欺负 受人家的欺负 受生活环境里面的折磨 受生活环境的折磨 有治病的折磨 受疾病的折磨 老苦的折磨 失去所爱的痛苦 失去所爱的痛苦 分离的痛苦 分离的痛苦 被人误会 被人误会 这些伤争的痛苦 这些伤争的痛苦 好像一个荒凉野兽好叫之地 好像一个荒凉野兽孔叫之地 我们当中有谁是从小到大好好地活过来的 我们有谁是从小到大好好地活过来的 好像千金小姐一样 好像千金小姐一样 就算Mandy现在都不是一定 就算我们Mandy姐妹都不是 她是千金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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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可能她也受了很多的苦 但是她可能也受了很多的苦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 说实的 说真的 真的好像在荒凉里面的野兽好叫之地 真的好像荒凉野兽孔叫之地 但是神环游我们 大神环妖我们 神看顾我们 神看顾我们 保护我们 保护我们 无同保护他眼中的同仁 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当时不知道 我们慢慢回想过来 我们慢慢回想过来 有多少的危险 有多少的危险 她都保护着我 她都保护着我们 我母亲有一次开车 我母亲有一次开车 车人之间可能她晕倒了 突然之间可能她晕了一晕 所以整个她醒来的时候 她的车子已经反转了 她醒过来 整辆车已经反转了 车子就没有用了 飞了是吧 车都没有用了 但是人没有受伤 但是人没有受伤 为什么 为什么 世界上人说她走晕 但是我们知道神看过她 如同看过眼中的同仁 但是我们知道神看过她 但是我们知道神看过她 如同看过她 如同看过同仁一样 有很多次我应该死了 有很多次岸牧师应该死 按人来讲是应该死的 按人来讲是应该死的 但神都保护我过来 但是神都保护我过来 因为她看过我 诗篇十七章第八节 诗篇第十七篇八节 求你保护我 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 求你保护我 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 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蕴下 将我隐藏在你翅膀之任下 弟兄姊妹 一个没有神保护的人生 一个没有神保护的人生 是绝对不安全 是绝对不安全 就算很安全 都不安全 因为没有神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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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近看见有一个新闻 我们最近看到一段新闻 就是一个妇女走在桥底 走在这个park上面 就是说到一对妇女去那个park 妇女去到一个park里面 park可能在桥底大 可能在一个桥底下 就有五个年轻人围着他们 就有五个年轻人围着他们 拿枪指着那个父亲 用枪指着这个父亲 叫那个父亲离开 让他们好强奸他的女孩 就要这个父亲离开 好让他们可以强奸这个女孩 当然这个父亲也没有办法 就走开了 这个父亲没有办法 底下就走开 当然警察来的时候 他已经强奸了他的女孩 当然当警察来的时候 整件事情已经完结了 所以听见这件事 我听见这件事 觉得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就觉得很痛苦的样子 其实我告诉你 其实我跟你说 如果神没有保护你 如果神没有保护你 很多事情可以发生 很多事情可以发生 今天你可以什么都无恙 今天你可以什么事都没有 但是你可以开车 出去一碰 你就可能睡在躺在什么地方 但是你可能一出去开车 就可能被人撞 有很多事情可以发生 如果神没有保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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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事情都 一切事情 好像福教下想得无常 无常 就好像佛教所说 无常 但是在神里面 但是在神里面 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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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一件事情 一样事情是无常的 因为我们一根头发掉在地上 他都数过了 因为我们一根头发掉在地上 他都数过了 并且神经说 如果他不许可 如果他不许可 一根头发都掉不了 一根头发都不能掉下去 所以哪有什么无常 所以哪有无常 我们一生的年日 我们一生的年日 都活在他的面前 都活在他的面前 每一样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每一样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每一天我们遇见的事情 每一天我们遇见的事情 都在他的保护当中 都在全能的神的保护当中 都在全能的神保护当中 引导当中 佛教说 万事无常 万事无常 我们说 我们说 没有一世是无常 每一件事是无常 世界上人可能觉得空虚的空虚 但是我们觉得生命的充实 但是我们觉得生命的充实 世界上人觉得很多需要追求 世界上人觉得很多需要追求 但是我们说 但是我们说 一无所缺 我们一无所缺 世界上人说 我们是默默地 默默地来静静地走去 离去 就是讲到生命的寂寞 世界上的人会觉得 默默地来静静地走 觉得生命的 很出名的一句说法 是吗? 静静地来静静地走去 默默地来静静地走 好像孤孤独独独地来出现 孤孤独独独地走去 孤孤独独独地来 孤孤独独独地走去 没有什么人真的爱你 没有什么人真正的爱你 没有什么人能够关心你 没有什么人真的关心你 就算这些人关心你 就算这些人关心你 他们都不能够长存 他们都不能够常存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你会很孤单地坐在哪里 你会很孤单地在那里 等着离开世界 等着离开世界 这个是智慧的话 叫做默默 孤直地来孤直地走 这个就叫做孤直地来孤直地走 但是基督徒什么说 但是基督徒怎么说 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仁 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仁 哈利路亚 我最近也接到一些姊妹来 问到台湾的事情 最近我都接到姊妹问我们台湾的事情 台湾的促进 新的总统在推行一些东西 台湾新的总统去推行一些新的政策 当然是同性恋合法 可以说到同性恋合法 这个也没有什么促进 因为美国都是这样子 这个没有什么出奇 因为美国都已经是 但台湾推行得更厉害 但是台湾推行得更厉害 就是多元化家庭 多元化家庭 除非是直称之外 就是除非是直称之外 直称之外 什么都可以的 其他什么都可以的 所以这个姊妹就很方张 说到很幼相 为台湾很幼相 所以这个姊妹就很幼相 为了台湾的钱 我告诉她 但我跟她说 万事都在神的手中 万事都在神的手中 你知道在怎样子的乱世里面 你知道在这个乱世里面 神的旨意是什么 神的旨意是什么 你们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 为什么世界要越来越坏 为什么圣经说 也预言到圣经会 世界会越来越坏 为什么圣经说 也预言到世界会越来越坏 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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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个聪明人可以讲 有哪个聪明人可以讲 神的旨意是什么 神的旨意是什么 神不要我们再 把我们的儿女 交给其他人去教育 神希望我们将我们的儿女 交给其他人的教育 神要叫我们能够更紧地 加紧这个教会的联系 神是要我们更加加紧教会的联系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在天上的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在天上 我们不是属地的 我们不是属地的 高罗西书讲得很清楚 高罗西书第三章讲得很清楚 我们是属天的 我们是属天的 我们的生命是与祂藏在神里面 我们的生命是藏在神里面 地上一切的事情 地上一切的事情 我们不需要思念 我们不需要思念 因为不会影响我们 因为不会影响我们 所以神要祂的儿女更加的团结 所以神要祂的儿女更加的团结 我们的生命的粮就在教会当中 我们生命的粮就在教会当中 我们生命的支柱就在教会当中 我们生命的支柱就在教会当中 这个会莫的云术佛属就在那个会莫的旁边 这个会莫就是神的家 这个会莫就是神的家 所以世界怎么变 所以世界怎么变 与我们都没有影响 与我们没有影响 就算世界大乱 就算世界大乱 我们还是一无所缺 我们仍然一无所缺 就算这个世界 什么都乱到极大的罪恶 就算这个世界 乱到极大的罪恶 我们可以 安歇在祂的水边 我们仍然可以安歇在水边 为什么 因为全能的神 因为全能的神 对敬畏祂的人保证 对敬畏祂的人保证 他们会是祂眼中的同人 让我们地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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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爱的主耶稣 让我们越听到就能够越爱你 让我们越听到就能够越爱你 让我们越听到里面就越明白你 谢谢你 多谢你 不是我们自己走得好 不是我们自己走得好 也不是我们拣选你 也不是我们拣选你 乃是你为你自己的名 而是你为你自己的名 引导我们走异路 领导我们走异路 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自来的名朝 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Amen Amen